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不止这个新增的数量说明清楚 他们在法条里面就已经有写到 他们的查处情形 他们的新增的工厂名单 还有他们县市政府待遇执行的名单 都应该要用在公告于电脑网站上 这是经济部工厂管理辅导法第28这三条明确定定的 那今年3月这个法就已经上路了 我们给了经济部三个月的时间来做这份资料 但目前为止这三个资料只有第二个 查处的情形有被公布在网页上 那公告的情形像什么样子呢 我们请看第二章 这是经济部在6月30号的时候 放在他们网页 经济部中办放在网页上的表格 里面就是各县市已经查处 已经去勘查 已经去断水断电 然后互查拆除的情况 这个情况呢 加速少到让人觉得实在是非以所思 断水断电只有一家 拆除只有一家 那这个执行情况很差就算了 刚才前面我们讲到的 他应该要公告的清查数量 他的新增工厂名单都还没有在上面 这个情况就像什么呢 就像是如果一个班长在帮他的班级点名 他在黑板上只有写十道人数 那巡堂老师就会就会很好奇 那阴道人数跟未道人数到底有多少呢 这个这个资料完全没办法让人看出 现在的维章工厂处理进度到怎么样 他只有查处数量 却没有应该完成的清查数 应该要去查处的数量 那这个资料也就是所谓的清查的数量 这个清查数量在2019年 经济部已经发函给各县市政府 去完成这份清查的报告 在去年年底就已经交到经济部手中 但是这份资料 目前依旧没有公开 但是我们却可以在 时代力量秋显志委员的质询当中 却可以在报道者 却可以在荆州刊的报道里面 看到经济部公开了一些片段的数字 给这些记者和立法委员 却不愿意公开给大众 那这个资料有多夸张呢 他的新增件目前 他确定只有466间 466间跟我们自己比对数 只有相当大的落差 我们透过政府的公开资料 去估算目前的新增件数量有多少 我们用了制造业税集 你作为一个制造业 你应该就会有工厂 制造业的税集 却没有工厂登记的厂商的数量 来估算这个维章工厂的数量 在这三年间 持续有每年4000到5000家的数量 在新增 也就是说2016 520之后 大概还有2万间的维章工厂 持续的在新增 这个数字甚至有可能是低估 因为有些维章工厂不一定有去报税 不一定有报在制造业税集 所以这个资料甚至有可能是低估的 这是经济部的官方脸书 他们告诉我们说 环保团体检举的这12家 都已经断水断电 让他们无法生产制造 那我们就来实际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吗 我们就看这一间是我们发现 就是规模 入港规模非常非常大间的 至少有2200平的 这么大的 这么大规模 这么夸张的农地工厂 2019年1月检举 2020年 车或车人员都还在进出 但是我们经济部却告诉我们说 他已经断水断电 那是不是经济部在脸书上公然说谎吗 这个更夸张 2017年9月20号就检举了 现在在干嘛 大方的营运连招牌都挂上去 叫做利隆塑胶 网路上他们都还在卖东西 打电话去小姐还会接电话 现在是2020年 所以政府对我们来说就是会说谎嘛 然后你又拿出那份 让人家觉得莫名其妙的数字 我看不出来 你的查处的地号是什么 你查处的日期是什么 你给我一串没有意义的数据 我们去现场看 我真的看不出来热令停工在哪里 现在他还在营运 这只是其中一家 因为太多了 我没办法给大家一一看 真的连招牌都挂上去 是非常夸张的 所以中央如果真的 有心要解决农地工厂的问题 拜托拿出有诚意的数据 告诉我们 你们查到的地号到底是哪些 我们民众检举的地号 地号都有提供 民众检举地号的查处的情况 跟处分的日期到底是什么 一定要有这样的资讯 不是那些12345这些数据 一定要有这么详细的资讯 我们人民才有办法去 民间团体或是民众 才有办法做一个实质的监督 所以拜托资讯公开 真的是玩真的 不要玩假的 落实这个工厂汇报的机制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工厂汇报 最后要来提供给各地方 各县市政府 依照工厂汇报的内容 去具体执行 而且这个具体执行的内容 也必须要公开在网站上面 简单来说 这个汇报的机制 就是一个民间专家学者 跟各部会 共同组成的一个沟通平台 但是我们目前 完全看不到这个机制的启动 目前有关于公府法的裁判 居然还有许多的县市 是依照 这个一般的违建 用罚环的方式来处理 而不是执行28条之一 停止供水供电 以及拆除的手段 今年3月20号 法令实施之后 我们知道地方的工业科的人员 他们先把6月2号 就是原来有临时登记工厂 全国有7000多家 那么这些工厂因为6月2号 它原来的临时工厂登记证 就失效 所以就它的原来的环保 消防水利水保等相关的一些措施跟事项 还有有关的执照 相关的展研 那么地方政府优先辅导他们先去办这个业务 那因为这个时间性在6月2号 那地方人员比较吃紧 所以我们在6月份随即就找了地方政府 排电 排水 那么来沟通跟了解地方政府第一波 执行目前 这个依据新的工厂管理辅导法 在115年5月20号之后 新增的这些汇丁机工厂 它实际的这些查处的情形 那我们也公布在网站上 确实就是地方政府目前进入程序当中的有1157间 那这157家工厂 那地方政府它依法 它是要先做相关的处分 热力停工 那么命运业者一定期间之内改善 那如果巨物这个改善也没有停工的 我们就会依照工厂管理辅导法 进入到这个停止供水供电的这个程序 那我们也在网站上公告了 目前也已经有50家 左右的厂商 那么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么我们拆除了它的相关的电调 那但是这个有些东西涉及到去识别化 就是每一家工厂它实际的一个营运的情形 所以这些资料我们是依照行政程序法 那么有来申请的我们才来办配 其实党团已经依照它的咨询的权责 已经来要完整的名单 我们也都有提供 所以我们并没有说隐瞒或者是不提供 所以就是要申请给他们的经济部可来给 当然就跟检举一样 你检举一下我们只会回复检举 我们不会像社会大众说某某人被检举了 我想立委他们的意思是说 名单可不可以直接公布在网上 不是说给他们的那些事情 是会不会公布在你 当时他并没有这样跟我们沟通 他是明确来跟我们调明的 那我们也觉得说这个应该有相关的建议应该要提供 那如果说现在今天大家的诉求说 是要把名单要怎么样 我们会找地方政府再来研究 是由地方来公开还是由我们来公开 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公开 我们会找地方政府来讨论 工厂管理辅导会报 我们其实是不会参加 最主要是希望去督促地方政府 那督促地方政府当然方式是很多 很多我们也会定期的去地方政府 去希望把他们的案件 在他们里面卷入担待 每件每件的进度到哪里 因为我们每个月 经济部在这边在更新 那不希望说有一些县市执行状况 如果是执行率比较低的 我想我们会优先的去做一些派访 那这个可能会比大家到会议当中去讨论 也更直接更有效 我们今天要看 我们下 bedroom 我们下禁会 我们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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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车